大家好,我是杰克,欢迎和我一起因生共生 那我们讲到大小话,平常还有什么样使用的方法呢?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那今天我再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个使用的方法 其实小话跟大话它是比例不同,但是你不要小看,因为小话比较小 所以它能量比较小,这是人类的想法,完全不是这样 因为大小话在李志诚校长,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那时候还跟他完全不认识 他光看到这个大小话的时候,他就说杰克,这个就是脑场 它是一个跨有维度的东西,可以帮助人类在不同维度之间的能量的一些变化 那详细我也就不必讲太多,大家可以去看校长里面脑场科学里面的书 当然他对于这个脑场也有他特殊的在科学上的解释,大家可以参考 那到底平常怎么使用呢?其实小话我一般都会带在自己身边 上次有介绍过,如果你真的有些不舒服,或许可以暂时舒缓一些状态 比如说你有一些喉咙不舒服的状态,用围巾把它围起来 这个我在北京已经用过很多次了 或是你哪里有觉得暂时有点不舒服的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先暂时放在那个上面 一段时间,大概差不多10到20分钟,你可以去体会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说,大花你平常没有用的时候,就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好的使用方法就是你把它放在枕头的下面 就是枕头的下面,就是你记得是在枕头的下面,你还是睡在枕头上 在枕头的下面,不要让你觉得睡的不舒服,因为枕头跟床都是软的嘛 所以你放在枕头跟床的中间,其实你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但是因为这个大花的存在,因为我们脑波在睡觉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大量在做运作的 那里面有很多这个神经组织,因为我们都知道大脑的神经元 事实上是很多很多都在在vibration 那我们这个大花放在这个下面的时候呢,会你整个你这个神经元的放射的状态 会有一个现在可能科学家还在研究怎么样可以让它harmony和谐化的过程 所以你这个大花放在枕头下面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呢 你会开始自己去体会一下,你的做梦的状态,你的睡觉的状态 还有你整个身心的状态在睡眠的这段时间,会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你做的梦就会跟家不一样,一般大概都有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一个调试期 完了以后呢,你那时候你去体验一下这个大花放在枕头下面的时候呢 你会发觉你在睡觉的这个八个小时里面,对于身体补充的那样的状态有所不同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短期之间你遇到一些这个情绪上的冲击 或者说短暂有些身体不是太舒服的时候呢,你可以试着这个 把这个放在床上面,或是放在坐垫的旁边 最好在床上面,你就直接你这个人,比如说你的胸膛就放在这个靠外后面 你就躺在上面,躺在上面,躺个十分到二十分钟 或者是呢,你躺平之后呢,你把大花放在自己的痰中穴上,静静的放在那里 静静放在那里,让自己安静一下,让你自己整个的波动 跟大花之间可以做一个connection 这个connection对你的vibration的harmonia,和谐化是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如果你跟头部相关的震动有关 就是你头部相关有一些可能不是太舒服的状态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躺着,把你这个大花放在这里 你可以试试看,放在不同的位置去体验大花跟你的连接 所以事实上如果你会用大花的时候,大花其实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你越使用的越久,它跟你的connection 这个连接度会越高,对你的帮助会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种过程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喜欢我们的内容,就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cía小铃铛